接下来给你们看个词语 哎呦小婆看看这里啊 然后呢刚才讲到了 到了比丘国啊 然后那个国杖呢是个妖怪 他想吃小孩子的心肝 然后呢但是呢 国王看不出他是妖怪啊 结果这个国杖一出来的时候啊 那个国王对着国杖什么 点头哈腰 跟老师先读一下来 点头哈腰 那么什么叫点头哈腰 先看看什么叫哈腰 像这个叔叔看到没有 这是这鞠躬不听的鞠躬 这叫哈腰哈 叫笑嘻嘻的哈 然后点头呢就这样子 嗯嗯嗯对对对就这样子 好总是说好好好 那么这就是点头哈腰 那么呢点头哈腰啊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对人是要尊重 有礼貌是吧 见了那个长辈鞠躬公也可以 但是如果像这种太平凡了哈 总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感觉这个人呢有点比较虚伪 什么叫虚伪啊 他不是真的是觉得他好 只是嗯 就不见过分了过分了哈 让人感觉不舒服 你想想如果有个人一天到晚 对你这样不停的鞠躬 你也觉得怪怪的是不是啊 好那结果呢在比丘国里面 那个国王也就是这样子 不停的对着那个国 这样什么鞠躬鞠躬鞠躬哈 所以就觉得怪怪的哈 所以我们对人呢有个度 就说我们要有礼貌 见到老师要打招呼 然后要打招呼哈 然后呢 然后我们有时候需要学会跟人家 叫握手 适当的时候对了长辈了 我们可以举个功 表示尊重是吧 然后走的时候跟老师说再见 这些都是礼貌 这什么都有个度啊 像这种就太夸张了 我们就建议就不要这样做好不好 对来跟老师读一下这个词语 知道什么叫点头哈腰 一起来读一下来 点头哈腰 知道了哈 嗯 嗯